我们欢迎夏立言副主席率团来访 愿在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 加强与中国国民党交往 巩固增进互信 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共同推动两党关系和两岸关系向前发展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增进两岸同胞利益扶持 6日国台办发言人朱凤年证实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将于2月8日至17日率团来访 出席有关两岸交流活动并参访 中国国民党方面也通过新闻稿表示 夏立言此次参访式交流对话 关怀民生之行 始终坚持以确保两岸和平稳定 推动两岸交流合作 保障台湾民众利益 促进基层民生扶持为己任 此行目的是透过面对面交流对话 反映和沟通当前攸关两岸民生扶持的迫切议题 为后续两岸民间解决相关问题 引到良好的氛围 以期打开一个对各方都有利的崭新局面 从双方发布的内容不难看出 交流合作 民生福祉 和平稳定 是中国国民党本次来大陆参访的主轴 不过 一周前还信誓淡淡公开宣称 业与大陆对话的蔡英文 仍莫许民进党及绿营媒体 对此大肆抹红 称夏立言此行事要帮朱立伦 参选2024投石问路云云 中国国民党反批民进党 自甘成为两岸民间交流 外向和平繁荣与区域稳定了绊脚时 党主席朱立伦表示 两岸交流对话 一定要持续进行 中国国民党秉持原则希望两岸和平 区域能安全 同时最重要目的 就是希望能为民众解决问题 被岛内媒体形容为 中国国民党 参选2024最强母鸡的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表示 两岸最重要是稳定区域安全 应在平等尊严有善下不断交流 前不久刚刚走马上任民进党主席的莱清德 也抛出其两岸政策主张是所谓和平保台 2日 蔡英文与大陆台商联谊时说 愿意与大陆展开对话 一起寻求双方可接受 可促进区域和平及稳定的可行之道 3日 民进党创党18人工作小组成员 新潮流系开派元老之一 台湾海基会前董事长洪奇昌表示 交流接触是化解误会 找到共识的不二解方 要和平 要发展 要交流 要合作 始终是广大台湾同胞的主流民意 可见 民进党及绿营也洞察到这一点 即已在论述上贴近岛内民意诉求 但换汤不换药 就凭装就酒的做法 又始终不承认两岸既有政治基础的九二共识 被岛内舆论制为说一套 做一套 台湾民传大学副教授梁颖超 在台湾联合报发表文章解读 民进党随美指挥棒起舞 忘记自己之前追求和平与对话的初衷 中国国民党发言人林嘉兴 也呼吁民进党少一点我红 多一点祝福 不要阻碍中国国民党 为台湾民众添好日子的努力 以上就是今天的台海时政观察 感谢观看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